木栅猫空张树步道的鲁冰花目前正在盛开当中 一大片黄沉沉的花海摇曳深姿十分的美丽 近年在花田中还打造了小绵羊造景超级卡哇伊 因此吸引了许多游客前往赏花拍照 一片黄沉沉的鲁冰花海让人看了为之赞叹 冬末初春是鲁冰花绽放的季节 木栅猫空张树步道的鲁冰花目前也在盛开当中 一串串犹如小铃铛一般的花朵小巧可爱 整片金黄花海更是让绿色山头充满了春天气息 美不生收 因此尽管是平日时间还是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赏花 因为有朋友介绍啊 说这边对啊鲁冰花很漂亮 前有来过吗 有有来过 觉得这边鲁冰花开得怎么样 不错很棒这样子 每年都会来对 觉得这边的鲁冰花开得如何呢 跑过很多地方这边是最多的 对所以感觉很棒所以每年都会来 有拍很多照片吗 非常多 猫空张树步道全长约有1.2公里 是一条规划完善的亲子步道 每年鲁冰花绽放时节 占地宽广的鲁冰花海 在微风吹拂下摇豫生姿十分美丽 总是让游客们忍不住停下脚步驻足欣赏 并拿出手机狂拍照 甚至也成为了专业摄影师取景的好地方 而且这里的周边环境还营造出农村意象 牛车木造凉亭水车等造景增添了不少古早风情 尤其今年在鲁冰花田中 还特别打造了5只超级卡哇伊的小绵羊 黑头大眼睛加上绿油油圆滚滚的身体 超吸睛 想必将成为今年最夯的拍照打卡热店 最后要提醒民众 猫空这里假日车多停车不易 想要来闪花还是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免得塞车坏了性质 记者陈平正门奇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